牛腩不够粉啊 太火了 这屋里边的做的都是人呐 哇 已经整位了 整位可以先点菜 你家里什么特色呀 像我们一定一锅线就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特色菜 基本上是每一锅都点的 这一锅线都是汤的 里面有就一下螃蟹 凤爪 花甲 牛蛙 现在还加了一个鲍鱼 这是卖的最好的 对 这基本上是我们店里面每锅并点的菜 每锅并点的 对 这个你们最高的时候一天才卖多少份呢 100锅份应该就是一般正常的 差不多可以卖到的 卖这么好 那过来一份 然后这个牛排锅也是我们特色菜 卖的也是非常比较好的 这个牛排呀 对 它里面打底的是苦豆 这个牛肉炖的非常烂的 也很入味的 苦豆也很入味的 也可以 这个牛排我注意的好吃 来一份 我在网上看他们有这么大一个那是什么东西呀 那应该是我们牛肉粒锅巴 锅巴是不是 对 它上面有个汁浇在上面 啊 我就在网上看到那个 那个进度那个锅巴 然后也很很很入味的 好 来个那个 好 过来 过来 好好好 锅巴塔 牛肉粒锅巴塔 哇 这一锅鲜里边还有这是河蟹 还有鲍鱼 还有牛肉蛙 这里边还有凤爪呀 这品种好丰富啊 这个我看来就都有五六样还不止 牛腩葡萄粉啊 干两个牛肉还要特色 哇 这看来太香了吧 油闷大虾 这开了贝的容易入味去 这个虾的个头也不小啊 大家的味道 油闷大虾我可是没少吃了最近 这可以 它是味道有点微甜的 它的油闷大虾里还有换呢 跟别人家油闷大虾味道不一样啊 开了一杯飞了以后都特别容易入味嘛 其实这种特别香那种感觉 又香又鲜 哇 哈哈 太有吃力了 刚才有了一会儿它还吃去了 还是稀疏大胸脆啊 这个汤汁都已经紧到这个锅瓦里了 特别好吃 能懂得一闻牛汁的味道 这一块锅瓦是自己烫的 最喜欢的牛排 哎呀 我的最爱呀 就喜欢吃这个牛排 这牛排带点筋多八道往里头多好 太爽了吧 太香香了 我没吃的都感觉很香了 嗯 还是排骨好吃啊 这牛排特别入味啊 真多呀里边啊 挺肉啊 这还我 太贵了 这大哥 大哥来过几次了这个店 我就住到部店经常过来啊经常过来 他的店是不是开了好多年了 是的 哦 你之前吃了他家的哪道菜呢 啊 油门大虾 油门大虾 但是没有油门大虾之前吃啥呢 那个一锅鲜还不错 一锅鲜是吧 哦那个那我们点吧 这个肚子等于啊 吃完走喽 你们等着慢慢等吧 好